日本冲绳 这是一间可以看见海景的教堂 今天有一位中国美女将在这里结婚 这场婚礼的主角是和芝麻粉丝们非常熟悉的美女主持人 西子江 没错 她结婚了 这是很脆很脆 肉就会比较好吃 加上蛋之后好吃的程度会称1.5倍 很软 然后很滑 很鲜 谢谢 我拍摄这张照片 我拍摄这张照片 河辈さん听说是印度派的 我会拍摄这张照片 这可以公开吗 你毕竟是网红吗 我不是网红 我真的不是网红 因为我还没网红 我上了吗 我上可以公开吗 可以的 没关系的 无所谓 我以前的设计人设就是一个那种小女孩 可爱的卖萌的小女孩 我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卖萌的人妻 或者是那种 卖萌的人妻 知心已婚妇女 什么情感博主 母婴博主都可以的 没关系 网红有很多种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被白色的沙滩和蓝色的大海 所包围的冲绳群岛 不过这一天 天气状况有点微妙 来了 来了 东游时机到冲绳了 哈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冬游时机今天来到了冲绳 是吗 是的 我没听说过 今天要拍冬游吗 你好 你好 苗大哥好 大家好 这个是我妈妈 啊你 小西的妈妈 是的 你好 你好 酒养蛋 是我爸爸 酒养蛋 酒养蛋 你好 你好 两年前差不多了 两年前就决定了 我想拍她我住的时候 她跟我说 我结婚的时候要拍爱她 我们四川有说法说 新郎小时候骑过狗的话 结婚会下雨 然后我最近看天气预报 就冲绳每天天气都很不好 然后我那天给布布发了一个 我说布布你小时候 有没有骑过狗狗 她说有啊 怎么了 从四川来的亲人们 几乎都是第一次来日本 叫你一个 寡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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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寡娃 寡娃子是什么意思 寡娃子就是说你很可爱的意思 嗯 寡娃子 寡娃子 很可爱 寡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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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日本留学 之后一起选择留在日本生活 接近一些 没有 是 你觉得他们很自然地就在一起 没有自然 是我表白的 是吗 是的 是人生第一次表白 对男生表白 然后成功了 你喜欢他的哪里 喜欢他的哪里 我觉得就是喜欢一个人是感觉 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喜欢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是因为有理由的 我喜欢他长得高 我喜欢他长得帅 我喜欢他有钱 我喜欢他有知识 有文化 那我觉得世界上比他高 比他帅 比他有文化 比他有内涵 比他对我好的人多了 就不构成我喜欢他的理由 感觉 只是感觉 感觉 感觉 这里是第173集里 也介绍过的 位于冲绳的婚礼策划公司 婚礼定在明天 今天需要确认一下婚礼流程 会 queens 来自明天 欣赏的 会员 会员 到底是不是 所以 真的 没人 没人 你有 我还没看过 感情感觉 我们全部都在一起 有点有点感觉 媳妇们全部用意 我们从这里来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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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婚礼当天 一场暴雨不期而至 大家好 今天是小吃的婚礼 这太长了吧 这个雨 这个雨 因为小吃的老公骑过狗 小吃后 没办法 有点水 她说好 果然下雨了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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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我来的 我的天 我对我来的 好像很漂亮 太帅了 太帅了 真的吗 漂亮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仪式即将开始 就在这时雨居然毫无征兆地停了下来 谢谢 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 我将永远爱护你 珍惜你 今天再次宣誓 今生今世遵守此事也 2019年6月26日 新郎谈不一 新娘不要藏心 再请你给新娘献上你真诚的语文 谢谢 哇 下雨了 只有那么一段 他们做那个仪式的时候 一段 天气好了 对 接下来是婚宴时间 新人在小夕所属的偶像组合的歌声中登场了 那些组合的歌手 她们就是在小夕所属的歌手 她们就是在小夕所属的舞台上 她们就是在小夕所属的歌手 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我们的员工问我 然后他回答了 这个谢谢小吃 刚刚回答 他没想挂一下 这么随意的新娘 第一次看 让我们有请新娘的父亲上台致辞 你们两到一国他乡自己创业很不容易 两在国内的父亲母亲爷们 很难帮到你 一切都只能靠你自己 另外爸爸妈妈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也很多 你们也不要牵挂国内的父母 只要你们两个小日子过得好 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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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了吧 我哭了就是很感动 我爸爸讲话了 不是演的 不是演的 因为我觉得我爸爸 他只会说四川话 他为了就是跟他那个讲话 他为了就是跟他那个讲话 他为了就是跟他讲话 他为了就是跟他讲话 哦 他为了跟他讲话 难怪 因为我觉得他爸爸刚刚刚刚就哭了 我说我爸爸还没有讲很多次 是为了跟他讲话 对就是他就是为了 那个对大家面前能够讲话 练了很久 所以我觉得 好感觉 导演作为特别好友 要尽情发言 记录片导演竹内亮先生 下面请通过视频传递灵魂的亮书 上台致辞 大家好 我是娃娃子 听到了 谢谢四川话 刚才小夕教我的四川话 大家好 我是竹内亮 我的中文 中文能力有限 所以我今天准备了给你一个惊喜 简单的惊喜 简单的惊喜 听说我们美丽可爱的西子家要结婚了 恭喜你 你要幸福又爱 你好 你好 小夕 そして小夕的旦那さん 谢谢大家 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老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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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今天这个非常非常的开心 而且就是在这个婚礼的现场也收到了很多惊喜 难怪看到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学习公园 所以我非常地谢谢我的爸爸妈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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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的画风 好奇怪的画风 对 什么鬼 今天辛苦了 嗯 确实挺累的 怎么样 感觉 啊 就是很开心 很幸福 然后觉得 啊 一件大事完成了 的感觉 终于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的小夕 下一集 下一集将继续为你讲述 她住在日本的理由 那个准备的时候挑战了 对 没有 很多夫妻都会挑战 对 对 我发现了一位稍微奇怪的人 好久不见 何之梦有自己的网站了 在浏览器中输入 3w.何之梦.cn 打开微信扫码登录 即可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 何之梦VIP 获取属于你的VIP服务 这次的奖品是这个